歡迎來到卡路里農場 今次的主題是Browny 吃Browny大家都覺得等於肥 因為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牛油 但有沒有想過Browny可以不肥的 今天就用牛油果去代替牛油 吃出來其實有另一番風味 材料有牛油果、雞蛋、鹽、Brown sugar 這個是白砂糖、麵粉、雲呢拿香油 還有朱古力粉 用兩個很熟的牛油果 令它很軟 第一步我們畫出來之後 就用叉子把它壓扁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牛油果蓉 放進一個混合器裡 之後我們就加糖和雞蛋 加完白砂糖之後 我們就加上這個Brown sugar Brown sugar不要用做咖啡的 那些結晶太大粒 所以它很難用的 這款是專門用來做糕點用的 質地就濕一點 非常好吃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鹽 然後雞蛋我們就逐隻逐隻地打進去 然後我們再加少許雲呢拿香油 然後就把最後的兩種粉 就是麵粉和朱古力粉過篩 放進去 然後再拌勻它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那所有的粉和材料 所有的粉和材料都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拌勻它 加了粉之後 一開始就要輕輕地拌勻 就是不要那麼高速 最後呢 再把它拌勻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進去盤子裡 那焗爐呢 就預熱了135度 我們大約都要焗它一個小時 那我們呢 預備一個焗盤 那我們為了方便呢 我們就用這個噴 噴少許油下去 令到它不要黏底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 來的浸透了 然後便可以拌勻 調整裡面的氣泡 就可以入爐了 那糖油 就完成了 配合得來的 融合也就要開始炒了 现在已经预备了,要怎么做呢? 就是把牛油果放在密实袋里面 然后加糖霜 这个就随你个人喜好,喜欢不喜欢 都可以的 就一直用棍子搅拌 就变成了一个牛油果酱 就是这样,这个牛油果browney就大功告成了 吃甜食也不一定要不健康 虽然糖分不少,但没有了牛油 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